来源 彭泰新闻 全国楼市春节档正在进行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 各地购房政策进一步放宽 各地政府也纷纷推出春节房展会 及返乡置业优惠政策 通过地方财政补贴 叠加房企促销折扣 吸引客户置业 据彭泰新闻不完全统计 近日 哈尔滨市 江苏兴化 广西平南 福建三明 福建敏青县 四川威远县等 均推出房展会 及春节购房优惠活动 此外 湖北省 重庆市 江苏 南昌等省 市纷纷推出返乡置业优惠 多地推出春节楼市优惠活动 从各地推出的政策来看 一部分城市给予购房上万元的补贴 一部分城市推出汽税补贴 也有部分城市推出免费装修设计等活动 拿江苏省新华市来说 为推动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促进春节期间大宗消费 2月14日 江苏省新华市 2024年新春房产展销会开幕 官方信息显示 2024年2月14日至2月17日 农历正月初五至初八 新春房展会期间 购买新华市范围内 新建商品住房的 购房总价款300万元及以上的 给予6万元补贴 购房总价款200万元及以上的 给予5万元补贴 购房总价款120万元及以上的 给予4万元补贴 购房总价款120万元以下的 给予3万元补贴 此前 湖北省则启动 2024年春节返乡置业 迎春安居嘉年华活动 公开信息显示 本次活动将从1月15日 持续至2月26日 全省共有1150个楼盘 24万多套好房子 供返乡游子选购 各地还推出了购房政策 安居礼包等一系列安居服务 比如 宜昌推出1万元购房奖励 3000元装修基金 免费装修设计等 校敢推出1万元购房 带金券汽水全额奖补等 武汉 仙桃 嘉宇等地 还发布住房供应链平台 对接供需 在线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多重购房优惠 据中止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 当前返乡置业人群 以80后90后为主 工作所在城市房价偏高 生活压力较大 是返乡置业的主要原因 因此 为引导购房者信息回升 推动成交量回暖 各地政府也纷纷推出 返乡置业的优惠政策 通过地方财政补贴 迭加房企促销折扣 重点争夺来自一二线城市的客户 在以重庆为例 1月13日 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指导 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 主办了2024年 重庆返乡置业展示服务活动 活动以线上加线下的形式举行 其中参展企业17家 商品房项目63个 包括中海地产 重庆龙湖 保利重庆 招商舍口等多家房企项目 均有优惠活动 地方政府推出置业优惠政策的同时 房企也在积极开展营销活动 包括举办社群活动 购房节活动等等 加大客户触达率 降价打折促销 加大宣传弊度 线上线下结合等 加快销售区化 如重庆万科推出返乡置业95折 招商推出限时85折等营销活动 加大返乡置业促销 在槟城哈尔滨 各家房企也在各显齐招 冰雪季购房节活动期间 哈尔滨中海推出四重福利 购房福利 维持外地身份证 可享受额外酒吧折优惠 特惠福利 为中海四盘美盘 每天推出五套特价房 商业福利为中海学区旺铺 最高减免20万元 承销福利 维持外地身份证成功购房 赠送专属礼品 新松红业投资集团 也推出了三项福利 金豆承销报销往返交通费用 金豆客户 到访凭交通凭证及送到房里一份 专享金豆置业特价房五套等 购房者对楼市信心增强 从需求端来看 第三方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利好政策频出的背景下 近半数异项购房者 对楼市信心增强 近日 58同城 安居客发布的 2024春节 置业异项调查显示 调研中有49.0%的人 工作地就是家乡 而在异地工作的受访人群中 有82.2%的人 选择春节假期回家乡过年 有11.1%的受访者 选择留在工作城市过年 原因主要是 工作需要选择加班 以及打算出去玩等 近期 全国多地推出各类购房活动 迎接购房者 根据58同城 安居客调研统计 超8成异项人群 选择在春节期间 看房及买房 其中有37.1%的人群 在春节期间 有明确购房意向 有46.2%的人群 更倾向利用春节假期 去看房 主要原因是 假期将有充分的 空闲时间 和更多购房优惠 调研数据显示 绝大多数看房购房的人 会关注或参与到 春节期间促销活动 这充分说明 假期大速活动 对购房人群 有较强的吸引力 另外 异项购房者的市场信心 有所增强 调查报告显示 有48.3%的异项购房者表示 近一年来出台的 房地产调控政策 对购房信心有积极的影响 受房者的购房意愿 明显增加 另外 有49.6%的异项购房者 在等待最佳的入市时机 调查数据显示 选择在工作城市买房的比例 达到46.0% 生活环境便利性 教育资源丰富性 以及职业发展前景 是首要考虑因素 选择在工作城市周边 置业的比例为23.1% 越来越方便的交通 以及相对较低的房价 是主要原因 近年来 各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 有16.9%的异项购房者 选择在老家省会城市 或者周边购房 相对合适的房价 和较好的发展前景 及医疗资源等因素 吸引了部分返乡置业异项者 选择在老家的省会 或周边城市买房 在此次调研中 选择返乡置业的异项购房者 占比为14.0% 在返乡置业的原因中 更多是为了方便照顾父母家人 占比高达68.8%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 也认可家乡的发展前景 有48.6%的人 选择返乡置业的原因是 打算回家发展 越工方面 有近四成受房者 能够接受三成首付 所占比例最高 近四成亿项购房者 希望越工范围 在3001至5000元之间 每个人的项购房者